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了接下来这个小伙的玩法 小编顿是觉得自己好像是过了个假童年 小伙子长得还是挺可爱的 肉嘟嘟的小脸提着木棍和圆筒 光着脚丫来到泥土上 应该不是想来洗个泥巴浴的吧 只见小伙子在泥地里不停的张望 最后发现了一个不太明显的水坑 没有一点顾虑的就伸手下去掏 不一会儿就抓了一条火棒乱跳的黏鱼上来 这就有点厉害了呀 不过看小伙子的表情似乎还不太满足 又接着开始摸索 这次他发现了一个藏在泥缝里的大水坑 小伙子把上面的泥土撬开 下面完全是另一幅景象 不仅如此 还有一条好几斤重的大鲶鱼藏在底下 这可把小伙子弄坏了 伸手就要去抓 但鲶鱼也不甘示弱 仗着自己滑溜的身体 就开始和小伙子斗志斗勇 但是他想跑也没地方跑 最后花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总算是把这条大鲶鱼给制服了 看完小编只想说 这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吧 玩泥巴也能玩出这种境界 没谁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转发和评论点赞哦